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对对 因为蔬菜它的热量比较低 然后又容易消化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先吃一些新鲜的蔬菜 然后最好不要加太多的高热量的酱料像千岛酱之类的 因为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 营养师建议我选择黑醋汤橄榄油当作沙拉酱料 因为它比较健康 好 所以沙拉我们拿好了 所以建议的就是这样子一个盘的一半是沙拉 用它来填饱我们的肚子 对 一半的蔬菜水果 那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圣诞节吗 少不了一些硬节的食品 火鸡 烤鸡 牛肉 但是这些它们是不是卡路里跟那个脂肪含量也是挺高的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火鸡相对来说它的脂肪 卡路里还有胆酷全都比较低 相对于烤牛肉或者是烤羊腿来说 酒店总厨也推荐吃火鸡肉 因为所有的肉类当中 火鸡可以算是相当健康的选择 火鸡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火鸡你知道火鸡的油也不能多 火腿当然它的油分 油脂都比较高 恭敬不如从命 我下来点了一小块的火鸡 不过营养师说 蛋白质的食物只能填满盘子的四分之一 所以单式火鸡我不能够拿得太多 因为我还想吃点海鲜 海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然后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但是就是有些海鲜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 就是如果对胆固醇含量比较建议的人的话 可能要少吃一些 所以我可能会先拿一头虾 这个虾它是没有经过煎炸 或者是用油煮过的 所以是比较 一只虾吗 因为我还要拿剩下的东西 要吃丰盛的一餐又想要健康 我听从营养师的建议 只拿了一只虾还有几只淡菜 还有一份螃蟹 刚才的火鸡加上海鲜 只能占满四分之一的盘子 不管拿多少盘的东西 每一盘都要按照这样的比例 所以可能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要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 要按照那个营养价值 身体所需来拿 而不是按照我们觉得 这个食物价钱多少 对 对 划算 就是很多人吃自主餐 就是为了吃最贵的东西 然后就拿了很多的海鲜 其实这样的话 就是对肠胃都不太好 然后摄入太多的热量 这样反而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成本 是适当的 下来就轮到主食了 主食应该占盘子的四分之一 一般主食的话 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 全股类的食物 像糙米 或者是全麦的面包 全麦面桥 因为它们含有比较多的营养素 还有膳食纤维 就是可以 就是对健康也比较有益 当然也少不了甜品 但甜品因为热量比较高 营养师建议和朋友分享美味 分担热量 最好当然是多吃水果 爽吃蛋糕 美食当前 我们要开动啦 另外营养师也建议我们在吃自助餐的时候 可以考虑拿小一点的盘子 就可以确保一次过不会拿太多的食物 那选择位置的时候呢 也可以坐离餐巴远一点的地方 这是因为我们的肚子需要大约15到20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的大脑 我们其实已经饱了 不用拿太多的食物了 另外还有哪些小贴士可以帮助我们吃得更好呢 你有没有过这样或者有没有看过身旁的人这样把整个盘子都装满了虾和其他海鲜 营养师说其实我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那么多 一天来说呢健康的成人需要大概两至三分的肉类或其替代品 也就是其他的蛋白质食品 那什么是一个分量呢 那就是大概一个手掌心 90克的肉 活鸡肉 鸡肉 或者两杯牛奶 或者是五只中等的虾 这就是等于一份蛋白质 营养师说我们怕输的天性可能反而造成我们输了健康 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一顿把本吃回来了 对吗 所以呢大家呢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会真的是硬硬地把食物塞进肚子里 对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呢就会把你种的摄取量呢提高了 还有一些误区呢 就是说很多人知道晚上会是一个聚餐 对吗 所以早午餐他们都选择不吃 就希望自己在晚餐的时候可以吃的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这一例呢就是 如果当身体处在一个非常饥饿的状况之下呢 那么到晚餐的时候也许就会出现狂吃的现象 饮食保健达人 也是纪录片 Fed, Sick and Nearly Dead的导演 Joe Cross 则建议在挑选食物之前先逛一圈 这家酒店的自助餐包上也摆上了卡路里牌 让时刻做参考 不少酒店也会推出较健康的选择 这个三文鱼我们不会经过太多的处理方式 清蒸 然后也不会加太多的调味料 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它的营养价值 有含高 Omega 3 选择喝什么也很重要 因为汽水和酒精饮料都含有高卡路里 建议大家喝白开水 无糖或者少糖的茶和咖啡 或者无糖汽水等等 当然这些聚会是一年一度犒劳自己 好好和亲友欢聚的时候 那吃自助餐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 好好的满足口腹之欲 但是也得注意健康 好了 感谢您收看 晨光电线 也欢迎你浏览发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还有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知音 我们明天再见